昨天看到美股創了近两年来最大的单位跌幅 纳指的跌幅应该是五月头以来再看到这个跌幅 当然有个恐慌抛售的情况出现 大家在担心的是什么 市场分析都是忧虑经济衰退 所以还有企业业绩 大型零售百货公司近日有几间出来的业绩都是惨 所以就好像有个消费股的股灾 不止是大家之前说的高股值股份又抛售 好像其他行业大家都怕是否有这个影响 通胀压力还有联储局收水 那个情况你怎样看现在市场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还有现在是否在面向市场的跌势其实是会持续的呢 其实有几样东西 你说如果跌势是否会持续 用个价格去看呢 就是我们说现在的price的momentum 就很明显是向淡的 尤其是你几大指数 无论标普啊 还是昨晚的道指呢 都已经出现了一个跌破了 你拿着可能这一年团或者两年团的一个大型的颈线位 就是早几天跌穿过 接着抽了上来 就像做完后抽就开始再压下来的 所以在价格的momentum上 给大家的感觉一定是会讲淡的了 但是呢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在讲淡当中 你或者叫操作上面看淡 你都要知道后面有什么因素 或者有什么的板块 其实最近有点不同了的 那我先讲一个隐忧 就是大家记得我们上次上来都有讲 4月其实我们 其实原本头三个月 我们都叫做首倒下的 但是去到4月呢 因为那个assumption 我们自己的看法和市场最后 突然间有东西冲击 令到那个assumption不同了 是有什么冲击呢 就是说大家现在市场上面 隐忧得两样比较明显 就是你说加息通胀和收水 这个为了一件事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叫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因素 其实由第一季 市场已经开始不断pricing 市场不断消化这件事 但是4月底 尤其是4月20号 开始 其实就突然多了一个大的因素 那个因素 是被动之中的被动 就是说疫情 而影响到突然间 内地有个疫情管控的经济冷却 那样东西 而还要是之前在4月20号 就是原本第一次全有机会 就是一个经济有机会 可以开放那样东西 那怎知就有少少 和市场预期不同 那就变了 其实立即全球的股市 或者叫金融资产 就立即开始害怕 究竟环球是否会进入衰退了 因为始终大家也要明白 内地是经济第二大体系 过往很多时候 就大家会想 中国的经济体有多好的时候 就整个世界会有多好 那今次都是证明到它的影响力 因为就是你打一个黑痴 就其他人陪你一起打冷阵 所以现在第二点 我稍后可能会再说一下 但记住 这个是被动再被动的 因为疫情已经被动 接着你去估计 究竟政策上怎么走 又是很被动的 所以市场一有这么大的 uncertainty一定是不开心的 尤其是这段时间 当liquidity 就是流动性开始有少少减低的时候 你就见到市场刺得很厉害 但明显说美股各方面 其实现在我们自己有个感觉 就是升 你就可能几天升上去 但你一跌下来 一两天就和你清了之前的升幅 这些都是一个很明显 是淡细的一个情景 来的